還有屏東的林邊在上一次八八風災中嚴重的淹水 這次又遇到了封面帶來雨勢 當地居民紛紛展開自保動作 有的老早就把車子開走了 有的修復防水閘門 不過也有民眾擔心水淹太高根本是防不慎防 所以打算一旦雨下太大就先逃命再說 屏東林邊周日一整天漸限下雨 雨勢時大時小 讓居民很擔心 原來八八風災時造成淋邊大淹水的淋邊溪 放眼望去淤積的泥沙像是清也清不完 儘管地方政府已經被妥抽水機 但居民害怕淹水噩夢會重演 當地居民自力救濟的不少 這戶林先生家除了找廠商前門後門都裝上 幾乎要到成人頭部高的防水閘門之外 連家裡的排水孔也不忽略 換成這種防止水從水溝中倒灌的軟塞 趕快把門裝好 水閘門裝好 車子開出去 因為上次我那個車子泡汤了 在林邊幾乎每家每戶都有一套防水的作戰計畫 但真的是淹怕了 也真的是體會緊要關頭 避難比身外之物重要 逢宇就要擔心受怕就要準備逃難 就可能要損失財務 這樣的苦就怕沒有身在災區的政府官員 無法體會 明示新聞紅明生 品農前報導 我認識新聞紅明生自身